提供艾布兰坦克 深夜街头突然传来 飞弹呼啸而过的巨大声响 几秒钟后监视器画面 左上角就发生大爆炸 这是周四晚间 俄罗斯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 被自家苏凯34战机 误射飞弹轰炸 造成至少三人受伤的最新画面 这次攻击地面还被炸出 一个20公尺宽大坑洞 俄罗斯总统普钦对此召开 紧急安全会议 虽然这次是自己人炸自己人 但克里姆尼宫却把责任推给北约 认为俄罗斯是在北约逼迫下 才得派飞机到边境城市巡逻 不过北约成员国根本不甩莫斯科的指控 没停下军援乌克兰的脚步 西班牙提供乌军的六辆爆二坦克 离开桑德坦港 准备运往乌克兰 另外有多达50国的代表团 在德国齐军一堂商讨队基辅的支柱 美国也传出将加快脚步军援艾布兰坦克 当然艾布兰坦克仍是复杂的武器 美国敦促还需要花一段时间 去了乌军使用 不过对于各国的支持 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表示深深些议 但不忘要求更多防空系统 帮助防范俄军飞弹来袭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美国机密外信案 也有更多沃尔战事情报流出 1400说新闻时间要交给周又轩 好 根据华盛顿邮报 最新又有独家揭露了 美国的机密文件当中有显示 乌克兰的军事机构 曾经是有制定一项的计划 这一项计划就是想要借由库德族 来秘密协助对于俄罗斯 在叙利亚驻军所产生攻击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么做的用意在哪里 就是想要试图让俄罗斯的政府 还有他们的私人军事公司 也就是瓦格纳集团有所损失 如此一来的话 可能就会让俄罗斯 他们来重新分配 对于俄罗斯战争所部署的资源 而根据了智库的 世纪国际研究员 伦德他有说到了 如果说这项计划真的有发动的话 可能就会提升威胁层级 促使俄罗斯来增加援助 也有助于对于乌俄战争 他们的防守行动 但是这一项的计划 目前为止是在2022年12月的时候 泽伦斯基就有指示要停止规划 但是情报还是有被填写在这个文件上头 而且也有写到了 如果乌克兰要重新启动的话 战役是会如何进行 乌克兰准备春季大反攻 有4万兵力的强袭旅 正在积极练兵 俄罗斯方面也招兵买马 目标是要招募40万人 步枪大兵便超市保全 全身装备到一件背心 俄罗斯最新征兵广告 要大家别浪费才能赶快从军 目标影片拍得像电影大作 俄罗斯各大城市也看到当街招募 根据俄罗斯媒体 俄军想再招40万军人投入乌克兰战场 为了这个目标 无所不用其极 看到路上青涩少年也发传单 而在乌克兰 狙击枪瞄准射击 他们是乌军斯巴达强袭旅 这支强袭旅专门为了 大反攻城力 目前斯巴达强袭率总共4万人 许多最近才从军 一边准备反攻 乌克兰还担心 2027到2029年之间 也就是最短四年后 俄军战土重来 翻攻蓄势待发 外交战抢先开打 俄罗斯外交部长 拜访中美洲 先去前年和我国断交的尼加拉瓜 再找本来就讨厌美国的古巴 积极拉拢美洲国家支持 乌克兰也不甘示弱 德纳斯基受墨西哥国会邀请 发表试讯演说 明日找拉丁蒙佑 台面下俄罗斯却按着来 就是这艘疑似伪装成名船的俄罗斯幽灵船 关掉位置发暴器 在北海封电以及军事设施附近徘徊 似乎暗中标记测量 策划破坏行动 英国丹麦和挪威情报单位都有掌握 俄罗斯在北海鬼鬼祟祟 背后目的和商业利益脱不了关系 越来越多俄罗斯能源靠北海航线运送 俄军船只频频现身北海 北极甚至日本海 或许就像一把抓住这条前景可骑的新兴海路 第一月新闻最后报道 乌尔两国都在为春季大反攻做准备 除了征兵准备武器 战略又该如何规划呢 专家就分析了 作战首日的24小时是极为重要的 要再请右轩来告诉我们 现在各界都在分析乌克兰他们的反攻计划 预计就会在春天有所行动 而这也渴望成为乌尔战争 很重要的关键转列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期间 盟国1944年的诺曼地登陆反攻之前 当时德国的将军龙梅尔 他就有说到了攻势前的24小时 将会是最决定性的关键点 而且他也说到了 这会是最长的一日 而这往后也成为了经典 包含像是1962年电影最长的一日 就有特别提到了这一项的战争 所以现在智库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加迪 他就有比拟了 如果说乌克兰这边 真的要产生这个反攻计划的话 就可以比你为乌军版的 最长的一日 当然除了最基本的外援武器 还有人力的配置以外 他也有提到几个重要的因素 像是可以复制哈尔科夫战果 让这个俄军溃提 而且迅速的从他们的弱点来攻入 就也可以减少消耗的问题 再来就是制造俄军被多利分 也就是依赖战术出其不易 让这个俄罗斯他们没有办法 来预设相关的攻击策略 最后就是集中打击局部优势 要来拉大俄罗斯的防线破口 西方国家一方面军援乌克兰 另一方面也持续的来制裁俄罗斯 G7国家就考虑了 要对俄罗斯采取几乎全面性的出口禁令 借此来阻止莫斯科利用出口的利润 资助对乌克兰的战争 要再交给友萱 好 现在各国对于乌克兰援助 仍然是持续的 而且根据了共同社的报道 他们有访问到了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 其中就有讲到了 在5月19号到5月21号 即将要举行的G7峰会 他们正在考虑要彻底的禁止 对于俄罗斯大部分的出口 这也代表说会扩大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另外可以看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薄一 他有被问到了这项消息 他说其实他有看到这个报道 但是对于是不是真的如此 他不愿多做评论 但是他也确实透露了G7国家 将要加强制裁俄罗斯 当然也就是要让俄罗斯的侵略 能够尽快的落幕 同时他也有讲到了 G7会保持团结 对于俄罗斯严厉的制裁 而如果说乌克兰有任何需求的话 也会尽力的帮助 而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的新闻内容的话 也可以扫描QR Code 加入我们的TVBS新闻App 带你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下午三点钟 我是浩婷 今天的新闻头条 先来看黑腔泛滥 我们先来